这三座金字塔 靠这边的是门卡拉 中间是哈夫拉 最远的是胡夫 这些金字塔 近于西元前二十六世纪 至今 已经好几千年 比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摩西 和西伯来人还早一起 千多年 它们仍旧屹立不摇 几乎跟刚完成时一样美丽 这里面有个不寻常的故事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探索 这些是埃及境内将近百座金字塔中最大的三座 最高的是胡夫金字塔 有四百八十英尺高 底座每边长七百五十五英尺 面积约四十英亩 体积有两百三十万立方公尺 大约用了两百六十万块大石头 有些来自这高原的彩石厂 其他则是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尼罗河上游运来 然后被堆砍成金字塔 这美丽的结架 坐向端正 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专家们说 差物不到一英寸 当时的人相信 法老这位地上的神 若死后以神的身份回到天上 就是太阳神拉 而金字塔的形状 可以让他们联想到太阳的光线 它形成的斜坡 让法老可以介意回到天上 继续进行维持宇宙正常运行的工作 金字塔的顶端 叫塔角锥 提醒人们起初宇宙被创造的样貌 所以金字塔也代表埃及人的由来 然而 曾经有另一个故事 在这里与埃及文化交错 那就是上帝要重整 这支离破碎的世界 大体上来看 那个故事 起源于埃及 这个地方 固然也有一部分 是在希伯来人来到埃及以前就已发生 但进一步想 圣经的前五卷 也就是律法书 讲述了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 从很多层面来看 上帝的故事得从这地方开始考察 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先后提到 出埃及记超过150次 在新约里也提到过很多次 耶稣也常常引用摩西的话和出埃及记的记载 例如杆子上的铜蛇 以及旷野中的玛纳 历史中记载上帝行骑士的日子 而耶稣被钉死 埋葬 复活和升天 和之前十几个世纪 希伯来人离开这里 各在其当年的同一天发生 请跟我们一起去了解上帝的作为 他先以埃及为背景 过程分为三段 我们先讨论在埃及发生的事 包括摩西 法老 和石灾 然后我们要进入旷野 去看上帝带领他的子民 所进入的那片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凉之地 为了塑造并磨炼他们 以便成为他可以使用的族类 成为他重整世界的搭档 接着我们会去圣经中所说的应许之地 看上帝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到那地继续塑造他们 直到耶稣将士完成上帝所计划的工作 相信每个段落都会带给你启发和祝福 但是不要忘了 对东方人而言 光听叙述是不足够的 这些金字塔 不只是要告诉你关于埃及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经历 在东方 你总会被精彩的情节所吸引 没错 他们的确将故事内容刻录在石头上 用建筑物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令人不可思议 可是我们知道 石头经过几千年也会破损 失去昔日的风采 然而上帝将他的故事写在纸上 然后烙印在百姓的心里 当我站在这里 心想到底哪个主张会永垂不朽 到底是埃及的信仰体系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 还是上帝的 他先是被记录在纸上 最后被刻在人们的心板上 我希望你不只是坐着观赏 这个奇妙过程的描述 而是跟着我们一起参与在情节的发展中 看上帝如何修复他的世界 来 我们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